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期经济战役云起 各位网友好 欢迎大家来到由央视网为大家带来的特别云录制节目 经济战役云起 我是周运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猪肉 这个在中国人的菜篮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从18年年底一直至今 整个养殖行业 尤其是养猪这个行业 受到了至少两次疫情的打击 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去年把我们的这个猪肉价格抬得很高的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 随后本来应该在这个生猪行业恢复生产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遭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今天这一期云录制节目呢 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豪先生 还有央视财经评论员王冠 咱们先从刘总这个地方开始 刘总 这次疫情爆发之后 我看到的第一条关于养殖行业的新闻 是介绍到因为疫情造成的交通阻断和运输不畅 很多地方的养殖户呢 它的饲料变得极其的短缺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措施 来打破这种运输和保障的问题 新希望集团是怎么做的 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的小猪啊小鸡啊都饿得呱呱叫 没办法 所有的饰料都差不多用完了 所以说我们好在我们及时的申请政府 开了这个通行证 那么有了通行证到村里边也很麻烦 因为很多路都断了 这个时候我们又动小汽车 大汽车 拖拉机 甚至摩托车都用上了 我们通过最后通过这个摩托车带 人拉肩扛这种方式 来基本满足了这个猪 鸡 食药的供典 疫情期间交通不便 如何将饲料及时送到养殖户手中 成了新希望员工最棘手的问题 河南业务员李凤娟和爱人 为给一位养殖户送饲料 多跑了二百多公里 运费翻了四倍 河南业务员乘金楼 自己倒贴运费送饲料 车不好找 山东业务员刘端锋 一天打了九十多通电话 才找到一辆车 正是许多新希望人在一线的付出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养殖生产链的稳定 促进了猪肉价格的稳定 刘总 前段时间我们其实看到 非洲疫情过后 国家可是有一个 恢复生猪生产三年规划的 明确提到要像抓粮食生产一样 来保障生猪的生产 但是这个非洲疫情刚过 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的疫情 但是我前段时间去新希望集团 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下 新希望集团还在继续的 要沿着自己既定的方向 要发展壮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验 你们怎么能做到 在两重打击的情况下 继续保持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这个非洲猪瘟 我们也找到了很多的解决的办法 通过隔离的措施 通过空气进化的措施 通过种种措施来防范非洲猪瘟 应该说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是这种疫情突然又来了 这个猪瘟加上这个疫情 这个双料的夹击 我们没想到的 以前我们生产飼料 我们帮助农民养猪 我们的技术人员都走向窜户 帮助解决一些技术的问题 叫窜门似的 现在这种方式根本不行 因为到处都封锁了 特别是在湖北地区 村村都封断了 对我们是个极大的考验 所以说在这种格局下 我们只能用线上的方式了 好在我们在去年 我们就推出了线上的一系列的 云销的方式和服务的方式 我们把已经搞出来的这种线上的 培训方式和叫做销售的方式 在线上来积极的推广 没想到效果蛮好 基本保证了我们的供点 好的刘总 其实我记得在前年的时候 您就给我展示过一款 您在手机上安装的养猪的APP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 还不太能够想象 这个在线上养猪 包括您刚才说的帮助农民朋友 还要在线上进行养猪也好 销售也好 但这一次疫情 很多行业类别都已经搬到线上去了 但这一次您觉得真的能够把这个养猪行业 养殖行业 包括它的终端的销售 都往云上往线上去搬吗 农民朋友接受起来有难度吗 因为我们农民朋友习惯用传统的办法 这个体系是老的办法来做 而这次疫情一定程度上 催生了这个线上的交往 特别是农村 由于道路疯了 由于这个不能够走街窜户了 所以说我们改为线上 我们农民朋友养猪养鸡 他必须要技术辅导 必须要买飼料 必须要进行这种交流 现场不行了 通过线上 所以说我们大力地推动 线上的这种服务的体系 线上的交往 已经成为农村规模化 现代化 种植业和养植业的一个模式之一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 推动了线上的发展 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说今年在一二月份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飼料和我们的猪的销售 还增加了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万幸的事 对新冠疫情得当有利的防控措施 养殖销售的线上应用 让新希望的业绩不仅不受影响 反而取得一定增长 4月29日 新希望公布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 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05.68亿元 与去年162.12亿元相比 增幅在27%以内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接近16.27亿元 相较于2019增幅在144%以上 亮丽的财报数据 成了新希望人抗击疫情最好的答卷 您提到这个的确是一个万幸 这个时候倒百姓担心的是 肉价会不会在去年 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 再上一个台阶 在您看来这个肉价高 最主要的原因是养殖的问题呢 疫情的问题呢 还是我们后端生产销售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猪的承担量降低了 这导致了供不应求 导致了猪价的上涨 现在我们的猪的价格还是蛮高的 比正常的价格高了一倍 或许还要多 这对我们的老百姓来说 对我们的国家的CPA来说 都是不利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压力 也是一个动力 我们是养猪人 我们是大企业 我们应该有担当 所以说我们就提出用最快的速度 来扩大养殖的规模 来弥补市场的不足 的确是这是新希望 它因为是一个很成规模的 大型的养猪的这个企业了 但是王官您看 和其他的行业相比 养殖行业 尤其是生猪养殖行业 它在这两次疫情的冲击当中 它受到的冲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 在你看来 它以后的这个价格的走势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我觉得周运受到了一个 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接下来这个猪肉价格怎么走 也是老百姓常说的菜篮子的整个的波动 稳不稳的问题 稳定肉价可以说是刘总和整个新希望集团的一个使命 那么接下来有几个数字 供我们各位网友来参考 第一个数字是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近几年 我们每个中国人一个月要吃七斤肉 这是一个铁铁的刚需 这是一个常规的人均消费量 那么可能青壮年啊 这个包括男性的吃的就会更多一些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算一本大仗 我们中国人一年大概要吃掉五千五百万吨猪肉 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还要多 但是我们的人口只占到全世界的不到百分之二十 对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王冠 就你刚才说到这个更形象的 因为就是新希望集团的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的 其实平均下来咱们中国人一年一人是吃差不多半头猪 所以整体你刚才说的这个量呢 应该是差不多一年中国消费的是七亿投猪这样的一个规模 对那周允刚才就更生动的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七亿投猪呢 基本上我们能够自给自足 我们还要从国际市场上来进口一小部分 但是这个小部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和大家来强调这个基本面是说什么呢 是说我们要想吃好猪肉 同时还吃到便宜的猪肉 只能靠自己 因为没有谁家有这么大的产能 中国猪肉消费量有多大 有网友对全球各国的猪肉消费量做了一个统计 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已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 消耗了全球近一半的猪肉 更有国外媒体BBC 根据路透社的官方渠道数据 绘制了一张猪肉消费图 过去二十年 美国人平均每年吃掉一亿头猪几乎没有增长 而中国人每年吃掉的猪 则从四亿头增至七点三五亿头 国富民强的同时 令人震撼的不是增长速度 而是增长的绝对量 面对如此的消耗量 我国猪肉的产能如何呢 猪肉价格又能否稳中有降呢 那么这又说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 咱们的猪肉的市场和养殖市场 和我们的股市是一样的 俗话说叫散户太多 那像新希望 加上其他的几家非常头部的 我们的养猪大型的企业 占到我们整个的出兰量 总产量也就占到最多百分之十不到 那千千万万的农民 还是属于自己要么是这个盖猪 盖猪社 要么就是说在后院去养猪 那么这样散户一多 他的情绪就会很敏感 他就会出现像股民一样的追涨杀爹 这就是咱们老说的猪周期 没有任何抱怨我们养猪户的意思 他们非常非常值得尊重 每一头养的猪 就是家里的一个活期存值 这个老人看病孩子上学 往往都是靠这一头 或者是这几头猪去完成的 但是与此同时 他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差 所以说当周运说到 这个预测到未来周期的时候 我们看有几个不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性是 去年在我们整个生猪的产量 大约降低了20%的情况下 实际上每头猪的利润是非常高的 平均每头生猪达到了660块钱一头 那么这就会有更多的散户跟风 进入到市场 那么这样的整个的供给就会加大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进口的这些饲料的价格的一个波动 现在在全球的整个供需链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叠加之后 风险可能还没有消失 养殖户大量分散 集品防控能力 销售能力 行业走势预判能力较低 不利于猪肉价格稳定 为此 心希望利用自身行业影响力 将分散的养殖户进行集中管理 形成急剧效应 这样既能降低成本 又能促使猪肉价格稳中有降 为了提高猪肉品质 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益 心希望在生态化养殖方面加大投入 寻找到保生态与保供应的平衡点 达到数量和质量并重 生态与效益并重 改变人们对传统养殖业的印象 我有时候看您的那个整个聚落室养猪这个养殖场啊 我有一个概念 可能您还在做绿化 整个这个养猪的这个猪舍旁边啊 种了很多的树 按我们人住的这个小区来说吧 叫很低容积率的小区 而且绿化率很高 尤其在植树节期间 您好像还在鼓励说要在这个养猪场里边 还要大量的种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种树跟养猪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集团现在有一千万 养了一千万头猪 今后还要多养 那么我们现在呢 有差不多十万莱蒙土地 这十万莱蒙土地有三分之一 建成了猪舍 还有三分之二 做什么用呢 我们觉得种树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呢 我们就做了布置 在我们每个猪场都要种树 要建成森林式的猪场 种树带来的好处是 它能够充分利用土地 能够产生价值 另外呢 绿化环境 另外呢 它还会叫做美化我们的这个环境 我觉得这个把养猪和种树结合起来 这是一种新的很好的这个布局 我们现在可能正在种和已经种的树 可能有差不多三百万棵 那么今后我们还会加大这个种子的这个规模 随着我们养猪的扩大 我们种的会越来越多 什么时候种到一千万棵呢 那么我们还在做这样的努力 王冠您看 刘总他现在已经是除了养猪以外 在思考种树和绿化的事了 但是这是一个大企业 大集团在做的事情 毕竟咱们中国500头以下 这种养殖规模的中小散户 还是占到95%左右的 这么多的小散的养殖户 他们能做这样的事吗 从刘总做的这些事里边 他们还能借鉴一些什么 一定可以 我觉得刚才我听完了 刘总的讲述特别的感动和感慨 那么三百万棵树 这是目前新希望所种下的树 可以说也是不是能够理解成 三百万枚绿色的勋章呢 这种绿色的勋章是颁给时代的 告诉大家我们的养猪场 并不仅仅是一个脏乱差污水横流的代名词 我们恰恰可以成为环保的先行者 但是三十八年前的新希望不是这样的 当时刘总在阳台上养鸳蠢 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 他刚刚辞去了一份体制内的干部学校的工作 推着这个自行车 自行车上面架着鸳蠢篓 低着头灰溜溜的在成都走街串巷 然后去卖鸳蠢 当时刘总的太太就告诉他 说你一定要把头抬起来 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养鸳蠢卖鸳蠢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这是符合国家政策 那将近四十年过去了 我觉得刘总和新希望人头始终是抬着的 回到我们今天整个录制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他风起云涌的领域 和他的风起云涌的层面 所以说看到新希望能够在白尺干头的时候 有着这么多的思考 有着这么多的行动 这不应该是新希望的独舞 而应该我觉得是千千万万的农业人 和我们的养殖户吧 大家一起来跳的一个广场舞 一定要有信心 周运微中寻击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企业 新希望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成为一家大型农牧业民营集团 作为新希望的缔造者 刘永好在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后 开始思考如何做好企业传承 2013年 刘永好将市值300亿的新希望六合 交到了33岁的女儿刘畅手中 六年内 刘畅带领着一支年轻的团队 将公司市值从300亿 做到了1000亿以上 这也让老一辈新希望人 看见了新希望的未来 当然 刘永好先生 我知道 企业发展到这一步 你可能想的更多的是企业 如何传承和接下来发展方向的问题 除了刘畅以外 还有很多的新希望的一些年轻人 因为平均年纪才27岁 你培养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 你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 希望他们把新希望和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养殖业 带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这几年来他们做了这几件事 第一 宣传我们新希望的企业的文化 这个文化的传承 有了一个很好的安排 第二 我们的叫做创新的理念 得到了体验 这叫五星的创新 叫做用新的机制 就算分配机制上 用个新的办法 另外多用年轻人 我们的整个集团 包括我们新希望六合 主要的管理者 平均年龄都是三十多岁 第三 我们用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科技来进行武装 我们去年又得到了一个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大奖二等奖 这样的话 我们集团已经有七个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了 我对我们的这个 以刘畅为首的 我们新希望六合的这些管理者 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 好 再次感谢今天新希望集团 董事长刘云郝先生 和央视财经评论员王冠 来做客我们今天 云露制经济战役云起的分享 通过这样的分享 大家也同样会看到 这样的行业在危机当中 也有自己重生和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而且这种还是一种新的希望 这种新的希望会借助新的技术的手段 体系的手段 以及企业自身管理的手段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通过这样的努力 至少我们吃的猪肉来年不会那么贵了 而且整个我们的菜篮子 依然会稳稳地捏在自己的手里边 希望大家呢 对这种新希望的企业 以及我们的农业 依然保有信心 疫情的困难 毕竟还是暂时的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经济战役 云起我是周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